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 祭司长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样设计捉拿耶稣,把他杀掉 他们说 不可再过节的日子,恐怕百姓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麻风病人西门家里作席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纯拿搭香膏来 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高兴,说 可必这样浪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百多个银币,周济穷人 他们就对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 她是为了我的安葬 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 十二使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准备妥当的楼上大厅 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门徒出去,进了城 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使徒都来了 他们坐席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 要出卖我了 他们就忧愁起来 一个个地问他 不是我吧 耶稣对他们说 是十二人中的一个 就是同我占饼在盘子里的那个人 人子要去了 正如经上所写有关他的 但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那人没有出生到好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你们拿去 这是我的身体 他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许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 核心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之前 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 虽然众人跌倒 但我不会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夜里 计较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却极力地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绝不会不认你 所有的门徒 都是这样说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克西玛尼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我去祷告 于是他带着彼得 雅各和约翰同去 他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对他们说 我心里非常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要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俯伏在地 祷告说 如果可能 就叫那时候离开他 他说 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是照我所愿的 而是照你所愿的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西门 你睡着了吗 不能警醒一小时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 肉体却软弱了 耶稣又去祷告 说的话跟先前一样 他又来 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很困倦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他第三次来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在睡觉 安歇吗 够了 时候到了 看呐 人子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吧 看呐 那出卖我的人快来了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然十二使徒之一的犹大来了 还有一群人带着刀棒 从祭司长 文士和长老那里跟他同来 那出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亲谁 谁就是 你们把他抓住 稳妥地带走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 说 拉比 就跟他亲吻 他们就下手抓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只耳朵 耶稣回应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教导人 同你们在殿里 你们并没有抓我 但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有一个青年光着身子 只披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众人就抓住他 他却丢下麻布 赤身逃走了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 又有众祭司长 长老和文士都来一同聚集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直到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和警卫一同坐在火边取暖 祭司长和全医会 寻找见证控告耶稣 要处死他 却找不到实据 因为有好些人 做假见证告他 他们的见证 又各不相符 又有几个人站起来 做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听见他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店 三人内另造一座 不是人手所造的 就是这样 他们的见证还是不相符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这些人作证告你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 你是不是基督 那当称颂者的儿子 耶稣说 我是 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来临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 说 我们何必再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 他这亵渎的话了 你们的决定如何 他们都判定他该处死 于是 有人开始向他吐唾罗 又蒙着他的脸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说预言吧 警卫把他拉过来 打他耳光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 大祭司的一个使女来了 见彼得取暖 就看着他 说 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 耶稣一起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他出来 到了前院 鸡就叫了 那使女看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久 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伙的 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赌咒发誓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立刻 鸡叫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忍不住哭了